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怡,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宋楚瑜今天宣布了他的第一波立法委員區域的提名名單 總共十位,據說還會有第二波,總共會超過十五位 那麼很多的選區我覺得針對性很強 不一定自己能當選,不過似乎對國民黨威脅很大 有媒體說這是對馬英九的開戰 那麼除此之外,當然接下來還有不分區 到底宋楚瑜這樣的提名對國民黨的威脅有多大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麼對整個立法院席次,對民進黨的影響又是什麼 另外是宋楚瑜選不選總統今天也沒有明講 不過我們可以來解讀 那麼假定他不選 那麼對親民黨牽動如何 假定他選,對馬英九的衝擊有多大 今天也要來分析 那麼除此之外呢 這個緊急公事的報導只剩下兩塊 盤商又不買了 馬總統相交問題你並沒有解決 兩塊錢是焦農說的,是公事講的 莫非又是公事在唱衰 那麼這個事情今天我們也要來討論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賽德克巴萊 老實講我就覺得到目前預告片是很好看 可是賽德克巴萊是拿台灣資金 在台灣拍攝台灣導演台灣的故事 結果說要掛中國的名字 你覺得中國是甚麼國家他怎麼會做這個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分析 王建民當然表現非常好 莫非王建民 中國也說他是中國選手 那麼等一下來討論 趕快來介紹來賓 德偉是《全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棟,郭東兄你好 鳳兄好,台灣 好,另外的是民進黨來自屏東 他也是國民黨眼中的政客 潘孟安,潘委員,潘委員你好 好,大家平安 好,另外是律師徐國勇,徐律師 徐律師,徐律師你好 主請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以及東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徐老師,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政治記者中聯話,你好 宏義,郭富翁先生,太大好 以及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何漢君,華老師,華老師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麼今天宋楚瑜出來開記者會 老實講,現場的攝影機 據說有30台 什麼時候親民黨 已經很久沒有這種光環 氣勢也不一樣 你要看後面騎多少人 好,來,我們來看VC 老帥宋楚瑜醞釀好久 終於出手 公布第一波10名立委提名人 打算搶攻國會席次 第一,不要再藍綠惡鬥 第二句話,人民最大 第三句話,重施我們對於這塊土地 和對於這個民主價值的信任跟信心 包括台北市內湖區的黃珊珊 大安區陳正盛 文山區李敖 台中大理段維宇,風源陳青龍 台南高雄徵召禮宗志和民嘴林建南 至於原住民外島,清明黨都不缺席 人已進來,情未了 希望國民黨,不要再鼓鼓鼎 宋楚瑜,吸引超過30台攝影機出動拍攝 陣仗之大,猶如是宋楚瑜要宣布參選總統記者會 我羨慕過幾位我們歷史上的人物 鄧小平先生,他曾經三落三起 要不要選總統轉了老半天,宋楚瑜依舊不鬆口 I'm ready,我準備好 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基本的架構 貿然要去做任何的決定,是件小事嗎? 給他多一點點時間,再考慮考慮 馬宋慧兩人要不要見,宋楚瑜終於說分明 避免挖鐵領下,再做任何政治利益的交換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一些想法 透過秘書長跟我們秘書長去好好的去提 宋楚瑜已經讓國民黨做全面應戰的打算 好,我先請教政治學的教授徐有明徐老師 你怎麼看待宋楚瑜今天宣布他的決心 他的態度有多強 我覺得今天其實是宋楚瑜整個步驟的一環而已 今天為什麼會是焦點 因為親民黨正式宣布提名實民區立委 這代表什麼,在立委這個選舉上面 已經是各走各的路了 宣戰嗎?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宣戰 可是至少民主常態而言 親民黨就是要自己當作一個 有主體性的政黨,立委推人 宋慧這才是第一波而已 第二波區域名單會再出來 第三波是什麼,不分區的名單 因為他有15個區域立委以後 他就可以提不分區名單 再來就是宋楚瑜要不要參選總統 還有他的副總統候選是誰 所以這樣子看來整個這次大選 之前幾個禮拜前幾個月前 我們想說雙英對決 我看現在這個局勢可能不是雙英對決 主軸搞不好是宋楚瑜在操作 今天這個提名很清楚 就是親民黨要走自己的路 親民黨不要再去做什麼國慶河 今天他第一句話講什麼 超越藍綠耶 超越藍綠意思是什麼 他不認為他一定是藍的 他也不一定要跟民進黨對抗 所以才會有超越藍綠 他找到一些空間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很清楚 就是這個選舉的態勢 已經跟我們幾個月談什麼 藍綠對決、單一選區都是一對一 我看情況是不一樣 今天不只是親民黨會推人 新黨也會推人 還有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宏毅我覺得這次選舉代表什麼 台灣政治版圖不穩定 因為馬鈴九做得太爛了 很多人不願意支持他 在這樣的時候 其實宋楚瑜看到空間 也就是說台灣下一個階段 所謂藍綠的結構 會是我們現在看的樣子 我覺得不一定 所以我會認為說 其實很多人今天都在問說 宋楚瑜有票嗎 我就開玩笑說 你不要談什麼淺藍淺綠 什麼中間選民 至少連戰跟連勝文現在知道 總統大選他們要投給誰 如果宋楚瑜參選的話 宏毅連勝文本來去支持什麼 廢票聯盟的 為什麼 因為不能投蔡英文對不對 馬鈴九投不下去 現在如果宋楚瑜真的出來選 我跟宋楚瑜講 你至少台北市有兩張票 搞不好連連方瑜都可以算進去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國民黨內的問題 不是什麼淺藍淺綠 什麼其他台在講 今天國民黨的問題是 裡面有支持馬的也有反對馬的 國民黨的分裂 或所謂泛藍的分裂是非常明顯 我覺得親民黨是第一步而已 是 走在宋楚瑜這段記者會 我相信所有的宋楚瑜 還是放在他到底有要選總統 他所剩下的委員沒時間 那已經說很久了 一部一部名單 他要擺多少都沒時間 大家是在等他到底有要選 但是我個人的判斷 他一樣 還是在算一半算價 怎麼說 政治任務的外力不肯聽 他在講到全年一半了了 他說準備好了 馬英九也準備好 幾關市長都準備好 結果三十年也準備好 就是這個樣子 要超越藍綠 如果宋楚瑜也要說一句話 兩千空四年 如果他如果沒有去做出錯誤的判斷 今天執政也說不定是親民黨 說不定今天親民黨在國會裡面 控制大多數 所以向你宋楚瑜這樣檢驗說 你這個政治任務 向你出來說的 你要怎麼跟人民保證說 兩千空四年那種 事情絕對不可能發生了 我向你宋楚瑜跟你們掌握 不可能大家在看的時候 一擺出來的燈籠 那是他們國親自己拿去拿去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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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民進黨的支持者 你來做一項事情 不能讓宋楚瑜爬起來之後 民進黨的支持 變編話題了 大家只要聽宋楚瑜 怎麼罵媽媽的研究 所以不知道說 割英文的政見是誰 變編話題